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人民要过好日子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的创党元老资深的科粉朱慧荣 日前他指出他是以证人身份被北检传唤说明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案情时发现检方已经掌握了很多 他感叹柯文哲死定了 不料事后被人举报伤害了民众党 那么党中平会甚至要他在这个最近来出面说明 气得他在晚间在脸书上面直呼这才是政治迫害 并且表示如果党中央跟中平会还是自以妄为 本人朱慧荣跟他的丈夫杨行昌呢 就会在中平会开除前自行退党 好这个朱慧荣呢他上周连上了好几个争论节目 那谈到他是证人的身份被检方约谈 很多的相关内容也曝光哦 他说看了部分的卷宗说 这个他认为柯文哲政治现金案的确违法死定了 更恐怖的是QR Code直通木可公司的部分 对此民众党的前立委台中市府顾问蔡碧如说 至今检察官也没有做说明 他真心的奉劝朱慧荣不要再说了 以免被检方骗了 目前诈骗奉行啦 他是一种诈骗行为吗 还是我们的检察官也在诈骗这个朱慧荣误导他 我觉得这个在庭上面发问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还是不要对外面讲 因为最后因为无罪定论 那这个在外面这样子讲 其实到底是谁误导谁 搞不好是检察官在误导朱慧荣 那刚好朱慧荣是不是也被检察官诈骗了 就在外面谈起来 那引起大家一个话题 我觉得这都不应该 因为他不是 他到底是不是事实 那你检察官你就要出来讲 台湾民众党最需要的就是团结 几乎每次的记者问我 我都会回答这句话 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我们的党员的团结 我们整个党的团结 那我觉得中央党部跟党员之间的沟通 也不大需要去透过脸书 或是透过这种赖去对骂 我觉得这个既然中央党部对党员的 假设他的发言不恰当 我觉得他一定有一百种方法 可以跟他沟通 那最差的方法 我觉得是透过这种脸书 或是彼此烂骂 因为我深受其害 我也要在这里 我也要归圈朱慧荣 真的是我们的党员 那检察官的一些证人的一些文化 真的不大 对外去说明确实是不大恰当 所以我也在这里很诚心地 劝他不要再说了 姐妹们总烦到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腹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附录 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灵密码 请不吝点赞 转发